你好 這裡是馬卡羅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台灣來的小豬 我來自台灣的台北 今年32歲了 想要是第6次來韓國 你來韓國這麼多次 為什麼這麼多? 嗯……很喜歡韓國 喜歡韓國的哪些方面? 釜山這邊太喜歡了 東西很便宜 重點是 韓國走在街上的女生真的好漂亮 記得你不去結婚了嗎 沒有法律說我不能看 我沒有做什麼 你覺得哪些方面那麼漂亮 韓國的女生很白 因為台灣天氣比較熱 太陽比較大比較黑一點點 我們台灣的俗話講 一白遮三愁 一個女生白她可以有 三個地方走都沒關係 韓國女生全身都白 都真的非常漂亮 台灣的大部分男生都很喜歡韓國女生 TWICE 那我們換個話題 現在韓國年輕人來說生活比較困難 特別是錢的問題 台灣的年輕人怎麼樣 他規定的底薪是大概25000塊 像我住在台北市 台北市就像首爾一樣 它是最貴的地方 我住在中山區是比較 有捷運啊比較熱鬧的地方 小套房 一個房間一個客廳 然後有個小陽台可以晾衣服 一個月租金是16000 這個薪水的三分之二的錢 多花在房子費啊 對我們台北市的伙食的話 一個人一天大概 200塊是上下 當然有人吃的比較少 那200塊來算的話 30天就要6000塊 所以我們25000 減掉16000 6000塊的活食費 只剩下3000塊 那這3000塊呢 我們還有手機費 水電 瓦斯 可能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等等 我們台灣人都說 我們都是在求生存 不是求生活 活下來 餓不死吃不飽 台灣的目前的環境 真的是蠻辛苦的 如果你要爭取更多的薪水 你的工作時間就要很長 我前一份工作 早上9點上班 可是我平均下班時間是半夜1點 回到家快要2點然後睡覺 早上8點再起床 然後9點上班 持續了大概一年半 工作很辛苦 沒有假日沒有朋友 誰結婚不能去 後來9299沒有朋友 為了結婚簽 可是沒有了生活品質 那還是讓自己彈性一點點 就換工作了 對 那工作之後時間比較彈性 當然陪家人陪老婆的事情也比較多 我看台灣的年輕人也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這個不是只有韓國的問題 一起加油 加油 Fighting 下一個話題呢 比較敏感的 這個可能很多韓國人有想過的一個話題 就是台灣人呢 喜歡中國人嗎 呃 年輕人不喜歡 我們講的年輕人就是那種 二十代 三十代 四十代 但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們就比較喜歡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教育的關係 1987年以前 我們台灣是戒嚴的 我們是國民黨 一個政黨 獨裁 然後中國像共產黨一樣 為什麼中國年輕人這麼愛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都跟他們講說 我們黨對你們很好 給你們溫飽 然後有給你們就是工作的機會 那不服從黨的命運的人 全部都是叛亂分子 那台灣從1987年就是三十二年前 他們資訊開放了 才知道說原來國民黨不是全部都是好的 但是早期的一些長輩 他們是受國民黨的教育長大 所以他們腦子裡骨子裡 都認為國民黨才是好的 民進黨什麼黨都是叛亂分子 都是來亂的 都是先先沒事幹的人 現在資訊是我們講資訊爆炸的時代 我們有網路 有Facebook有Google 所以有什麼新聞 大家都可以馬上去查證 那政府的部分 在我們所有的一些資訊上 也是比較公開透明的 所以我們會了解說 今天大陸又對了什麼政策 是對我們不好的 那台灣人就會反抗 尤其中共又在世界各國 一直打壓台灣的國際勢力 所以其實台灣的年輕人 都是不喜歡中國人 我看你剛才說的時候比較興奮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會影響到我們的 就是民生生活 謝謝今天的採訪 然後這幾天玩得開心 吃得好 謝謝 希望經常來韓國 好 拜拜